她是山村小学的校长 刚刚到镇却面临危机 生病的孩子 又去离开的老师 蒙校长的困惑 讲述一个山村小学的真实境况 四五月间的南宁空气湿润 天气敌人 蒙晗走在南宁的街道上 感受着城市的喧嚣 她记得自己上一次来南宁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 蒙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她要到师范学院去找人 47岁的蒙晗 是夜所山村小学的校长 他之所以要到几百礼拜的南宁 去找支教的老师 是因为她的学校太缺少老师 他觉得不需要多久 学校就会因为缺少老师 而办不下去了 安顿好住的地方 蒙晗打算去广西师范学院看看 正要出门 他却突然接到一个家里打赔的电话 所以我准备赔的电话 我准备赔的电话 我准备赔的电话 那你 你要叫她等我一下 我赔的电话 我赔的电话 我马上回去 嗯 什么时候要赔的电话 原来蒙晗的岳母突发急症 医院报了病危通知 由于多年来 蒙晗长期住校 孩子都是岳母帮助带大 而老人今年已经74岁高龄了 接完电话 蒙晗立刻启程往家里赶去 蒙晗的家在离学校三十多公里外的家芳香 他跟学者们一样 一般周末才能回去 等到岳母的病情稳定后 蒙晗立刻赶回了学校 我们来到了 让蒙晗深深焦虑的中党小学 这所学校离最近的马山县城 还有四十五公里的山路 即便坐车 也要颠簸两个多小时 学校就矗立在村子中央 方便十几公里的学龄孩子 都在这里读书 可是学校却有好多年 都没有增加新老师了 要有感情的朗读个文 右边红 右边红 眼前这位53岁的蓝老师,一个人要教授三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而这位55岁的李康明老师,则要担当体育、美术、语文、好几门不同学科的课程。 老师的工作都是超复合,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其中一百二十多个都住校,但老师却只有八名,而且没有专职作拜人员,因此仅有的八个老师每天还要分出两个学校。 专门为学生做饭。换句话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只能有六个。 除了日常教学和学校管理,每个星期蒙寒也有一天专门为孩子们做饭。 我们关注那个大米,大米粥也不好啊,我们就放了收入下去,跟他们一起劳,给他们吃。 奶呢,我们有奶,我们有奶,我们这里根本都没有。 蒙寒当校长一年了,一年间已经有两个老师因为身体的原因病休在家,而且三年内又要有三名老师陆续达到退休年龄。 老师人手不够的问题成了蒙寒的心病,所以一有时间,他就四处沾默着为学校找老师。 这一天,县卫生局的医生来学校给学生做体检,蒙寒赶快放下手头的工作,忙前忙后全力。 学生们百分之九十都属于留守孩子,因为很多孩子的父母双双出外打工。 一年半载才回家一趟,所以他们之中有许多从上学前班就开始了住校生活。 推行营养午餐计划以来,孩子们的午饭是校长申请来的免费午餐,可是早饭晚饭还是学生们从家里带履带饭。 学生营养不良的情况很普遍。 过来 miedo。 那天大的施的,这么多舀オレ conspiracy的免费是摆在那里的。 就是宋渡的营养不良,一般是百分之一百个只百分之一百个,лекgence尾养一个。 除了营养不良之外 学生韦雪玉还查出生了戒疮 她的妹妹韦勤亲与她的情况差不多 是戒疮了 我当的没够 我都不是 那没想到是 含养了 是戒疮了 你们都不告诉老师啊 那妹妹的那个戒疮严重啊 想不到我们两个小孩 我们现在正在发售都一样 就是必须要有 就其实是 你们是住在 睡在附近吗 都在一起吗 挨着吗你们的床 一波未平 一波幼气 紧接着 蒙真彦也查出得了戒疮 由于戒疮 是由既从感染皮肤引起的 有传染性 蒙寒抓紧带医生们看一下女生宿舍被伸进化 寻找孩子得病的原因 应该是 这些组生染的 算 你这下午 那咱们来 来 老师 刚才我们检查了 有几个是戒伤的 戒伤 戒伤的时候呢 是处于那个 那个卫生 它所用的衣物 全部兴起爆肤 连续搞到几天就可以了 它本身它不是大的什么传染病 但是影响休息 影响睡觉 晚上特别晚上睡 暖了之后 变虫就出来就痒了 那宿舍里面呢 它咬了以后 冬个沙 其他东西跟它一起了 所以冬宿舍的都要注意 第二天 医生们带来了消毒的用具和药品 还对学生宿舍进行了消毒预防 发生关照来 发生关照来 有小的就是在我 就是这里上大的 你只有这一张和爸爸的合影 医生们排除了学生在宿舍内传染的可能 而冬寒了解到 三个毒气窗的孩子 都来自于同一个屯子 这很有可能 是因为孩子们家居环境不畏生引起的 冬寒决定 在这个周五 跟学生们回家的时间里 与老校长 与老校长 兰庆福一起 跟着三个 得病的孩子 做一次家访 孩子们上学都要翻山越岭 离家最近的差不多 也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才能到学校 学校里 哥哥带弟弟 姐姐带妹妹的见像很多 学生们都是周五 尽早返家 周是天黑之前返回学校 她们从小学の中心 祂阴萃 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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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孩子的家居然还有一段渡城 蒙寒于是招呼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意外遇到了一个要到山上来洗衣服的小男孩 什么洗衣服到上面来呢 下面没有水吗 那上面有吗 上面没有 那上面有一个 哎哟 眼前的孩子还没有扁蛋糕 他拿着一盆需要洗的衣物 晃晃悠悠的来到山上 你拿着拿着吃乖板来干嘛 洗补嘛杀嘛 你拿着拿着吃乖板来干嘛 你就拿着拿着吃乖板来干嘛 你家里人的 这里家里 坐什么 那你干嘛 那干嘛 那你干嘛 哦 你是自己来洗衣服 那走路要小心啊 路不太好 慢点啊 看着孩子排山的身影越走越远 文涵和学生们继续赶路 又走了二十多分钟的山路以后 孩子们的家就在眼前了 孩子们的家在山洼里的屯子里 整个屯子也不过是三两户人家 每户最值钱的东西得算是家里的牲口了 你以前负责喂猪吗 喂猪 在哪儿啊猪 在里面 里面的 终于在这儿养猪呢 没有了 卖掉了 什么时候卖的呀 要干净 那几天 蒙真燕家后院的猪圈里空荡荡的 要干什么呀 蒙真燕指的厨房其实就是一个柴火堆 我们问起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是 没想到孩子一听到问起他的父母 他没有说话 却急匆匆地走向了桌子抽屉 哪个是你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婆婆的 你 我想的就算我 就算这里上大的 你只有这一张和爸爸的合影吗 嗯 你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什么呢 爸爸说过什么呢 父母都去世了 十一岁的蒙真苑 有奶奶一个人抚养 你打爸爸哪一年 爱爸爸的爸爸 二零一 二零一年 你爸爸是过世是不是 过世 你管你奶奶养了是不是 原来的生什么病 有什么 我五年身上病 医不好 那那们家 那经济呢 钱从哪里来 贷款 贷款收入读书 来拉市场 老校长蓝庆和看到孩子的家里一片漆黑 听着孩子的遭遇 他转过身去磨眼 趁着蒙校长与奶奶聊天的时间 蒙珍宴要去挑水了 我们跟着蒙珍宴去打水 这才发现他打水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积了很多雨水的水坑 蒙珍宴的奶奶七十多岁了 打不动水了 家里打水的事就由十一岁的蒙珍宴来承担了 每星期上学以前 他都要为家里的水坑填满水 虽然这个工作量对于年纪十一岁的蒙珍宴来说也很浪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锻炼 他已经相当娴熟了 这么慢 我感觉这应该有四个钱的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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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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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想到 甲方香中心小学的老师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萌涵没有找到老师 他心情复杂地回到自己的学校 7月 萌校长在自己任职期间迎来了第一批小学毕业生 第一批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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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孩子们从来没有拍过毕业照 于是在这一天 萌涵召集全校的师生 召了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全家坊 三 二 三 三 第一 三 主任公援 第一批小学毕业生 一批小学毕业生 二受码台生